不只贾斯汀听不懂 我们也听到姆萨萨 鸭子听美真的很难过吧 这是贾斯汀和米拉库尼斯 上周在电影朋友 晚晚睡莫斯科记者会的实况 到底媒体问了贾斯汀什么问题 让米拉骂起记者呢 翻译来了 这个问题真的也还好吗 米拉似乎有点大惊小怪 不过最惨的是 整个过程都有听没有懂的贾斯汀 就知道你们真的 不只是朋友 一点说认意这里报答 可能应该是可能是没有散热的 都没看到了 重火炸的 我们下期望 都没听到 没有散热的 如果不曾经没码 我们下期见